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今天我要跟你讲什么叫喇喇 喇喇不等于阿兵 阿兵是不会打扮 喇喇是打扮了 还像阿兵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很Handsome 很硬 所以今天我请了我的朋友 喇喇吼 为我们演绎四种女生讨厌的喇喇穿搭 在开始之前 我是要跟你讲为什么喇喇吼 会被人家叫做喇喇吼 其实他很可怜的 因为他本性其实不坏 只是常做以下几个行为 所以才被归类成喇喇的 没错 就是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那个 走路自带风 好像带着个大屌走路的batten 让他讲话喜欢大大声 而且每一句都有很多专业名词的 非常的喜欢JIT 在妈妈还有JIT 看到女生他又JIT 吃JIT law的时候 他又JIT 最后他有非常独特的穿搭品味 首先 我叫喇喇吼穿一个他最喜欢的style出来 他选了streetwear 这个就是一个决定不了今天要穿什么风格 所以一次过穿在身上的一个最佳示范 对自己喜欢的fashion敏锐是没有错啦 但是要懂得很凉 而且不是人人可以穿得很花俏 又很高调 但是又可以很好看的 尤其是这个现在很火的fanny pack 还有袜子拉高高 鞋子不穿好的batten 这东西除了看技职 还要看气场你知道吗 撑得起你就是全智龙 撑不起你就是大耳龙 有没有听过别人的鲜丹可能是你的毒药 就算是鲜丹 你也不可以一次过吃很多粒是不是brother 然后我就叫喇喇吼不如穿正式一点啦 穿个西装给我看 从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喇喇吼很喜欢kpop 我们上一集确实说过 女生喜欢制服诱惑 那在我的留言区那边也证明了大多数女生都是西装控 但是前提是你的样子要够干净 穿搭不可以邋遢 你穿到这样邋遢 什么鬼目都没有掉了啦 那拉拉后这身穿搬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身上每一个东西都装到爆 而且没有美感 最重要一点鞋子不可以肮脏 一肮脏你穿gucci都是GG 最后就是最近回归的衣领往外放 扭扣托三立的潮流 这种东西不是人人可以handle的 穿得好你就是oppa 穿不好你就是黑帮老大 接下来我叫拉拉后穿得简单一点 他跟我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叫简单 那穿得这样simple不代表没有fashion 你只要配一顶帽子 就这样有打扮了的不 这个不叫随便 这个叫随性 而且又不用set头发 多么好 那马来西亚那么hot 随便这样穿不好啦 反正我穿simple都很凉仔的 最后我问他 如果你遇到你喜欢的女生 你觉得你要怎么样穿 才可以吸引他呢 他告诉我 身为一个男人 你不需要有当当 有能力 所以还会把全家最贵的东西都穿在身上 这样子做不是要炫富 是要让个女生知道 他有经济能力 然后即使他有很多名牌都好 他都还是可以穿很simple的 所以跟他在一起 confirm 是没有压力的不 多么的用心良苦 我只想告诉他 女生看你这样子穿 会觉得你整身上下穿的就是假的啦 然后他开始会在怀疑 你到底是做什么行业的不 这就是传说中的穿起龙袍不像太子 要拍到我的表 结论是 这个年代很多人有一个迷失 他们觉得红的人就是帅的 红的人做的任何东西都是对的 所以他们会去模仿那个人 买他买的东西 穿他穿的东西 但是我想跟你说 网上的东西不要信太多啦 一个人帅不帅和战术 还有价格是无关的 我对帅的定义是整体美感的呈现 你的仪表决定你的穿搭 你的内涵行为和谈吐决定你的气质 你的穿搭会直接影响你的总比分 因为穿搭就好像一个产品的包装 虽然是最后一个步骤 可是它是表层 哪怕你少了以上的哪一样都好 即使我给你Jackson的 swag 你还是会变成喇喇的 所谓人帅王家饿 人丑穿什么都饿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 看个八次 看你按照我为止 也记得要like我的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 然后也要去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也要记得把小铃铛打开 那每次我update的话 你才不会错过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其实这个影片的出发点 不是要嘲笑任何人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 常常被人嘲笑 嘲笑我矮 嘲笑我穿衣服穿得不好看 所以我非常明白那种感受 当时的我 一直想尽办法 想要穿得引人注目 并得到认同 结果弄巧反拙 差点就变成喇喇仔 直到我上了大学过后 我家了很多 有品位又善良的好朋友 才纠正回来 所以我想通过我的影片 我的内容 把我学到的东西 跟你们分享 这样你们可以烧交很多学费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我是想提醒大家 穿达的重要性 和一些常犯的错误 这些常犯的错误 往往会对你身边 爱你的人造成不变 他们不懂得 要如何去开口 劝你 又不删你的自尊心 所以我今天才会 以一个第三者的身份 去讲解这个事情 虽然我们常常说 要做自己 不要理会别人的眼光 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令爱你的人 感到难堪 它是一种不尊敬 和不体贴 所以我们还是要 为自己的传达和行为负责任 最后 我希望我的影片 能让你得到启发 和变得愿意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